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力着地 织着骨节极为清晰 隐藏着力量带来的美 下腹 后肢与细长的尾巴飘然未落 背上带有两朵祥云 仿佛正从天而降 硫金是中国古代最高超的工艺之一 它的特点是硫金层极其薄 与原胎器物贴合紧密 看不出刻意装饰 尤其是通体硫金工艺处理的器物 几乎与金器一模一样 但这条飞龙 在唐代金属铸造工艺品中极为少见 铁柱内心 铁上包铜 铜上在硫金 这种工艺让它有了华贵的外衣 铁铜的使用 则让造型更加坚韧舒展 工匠因此拥有更飞扬的创作空间 在唐人的眼中 龙是吉祥瑞兽 中国的古人夜观天象的时候 发现位于东方的脚 抗 低 防 心 尾 肌 几个星宿相连 便是一条龙的形象 于是他们把这些星宿合称为龙心 来表达他们对龙的崇拜 唐人相信 龙能够把他们的心愿带给上天 于是唐人热衷于举行头龙仪式 来祈福 他们将写有祈福或愿望的文件 和玉璧 金龙 金牛 用青丝捆扎 投入名山大川 希望得到上天的回应 唐人把龙的姿态刻在铜镜 把龙的纹样织在丝绸 龙就把面孔 衣袖 变成了天空 龙还飞进了唐诗 无论杜甫的思虚九重真龙出 一喜万古返马空 还是李白的身骑飞龙而生风 恒河跨海与天通 此剧中满是唐人飘逸的旗帜 李颖的一句 四朝幽国必如斯 龙马精神海赫兹 则让龙马精神这个词 成为生命力饱满的代名词 刘金铁心铜龙 飞天而降 轻盈与厚重 飘逸与力量 定格在一瞬 千年过去 盛大的宫殿已化为尘土 长安的街巷已成为灰烬 风云已经万变 飞龙神术不改 侧耳细听 他的零零龙吟 正是古老文明的 深沉回响 每一个农历新年 生肖间总有一场工作交接 负责当年的属相 将责任交给下一位 由属屎 以诸中 十二年间 每只动物只需值班一年 而从春秋时期起 十二生肖便生活在 每一刻的分苗里 作为时间之神 它们掌管的是十二个时辰 从属到猪 十二种动物 按时登场 而在唐代 十二生肖的食客守护 还延续到另一个世界 唐人规定符合一定条件的官员 在离世后 墓中一定要有四神十二时 即十二生肖勇的守护 唐代生肖勇样式丰富 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 十二生肖勇 头部依旧保持动物形态 但是 却拥有了人身 披上了唐时流行的宽袖长袍 笔直地立于园台之上 它们的头 微微扬起 神情肃穆 仿佛正立于朝堂的文臣 当我们日常见到 或者存于想象中的动物 有了人身 便成为了每个人 都拥有的守护神 不论是在哪个时期的 神话小说 动物们修炼的目标 都是拥有一副人的躯体 但比起动辄就引起 大事件的动物神怪们 负责守护时间的十二生肖 格外的接地气 甚至会因自己的同类被吃 而找上门去 爱吃羊头 听上去似乎不是什么大事 但是在唐代 却可能一大早被羊首人身 一关整洁的神 招上门来 严肃警告 无畏之神 其属在羊 听说你爱吃羊头 所以特来恳请你 不要再吃羊头 否则 我可是会杀了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唐 贞观九年十一月 中亚康国的速特使团抵达长安 他们向唐太宗李世民 敬献了一种大如鹅卵 其色如金的金桃 这种水果的滋味到底如何 我们现在已经无从推测了 而那些曾与其相伴入堂的奢华器物 依旧熠熠生辉 香金瘦首马脑杯是一件酒器 马脑是一种胶状矿物 虽然中国也有出产 但文献严及马脑 则多是来自域外的异宝 大型马脑极为难得 豁然韬蛙为中空的杯子 用心齐绝 马脑杯基调为酱红色 建有黄白石材纹理 好像动物的斑纹 玉匠在小端雕琢出瘦手 口鼻处相有金帽 可以拆卸 多数学者认为 这种端部有瘦手 整体呈角形的杯子 是西方所说的莱通 早在两河流域的亚述帝国 及波斯阿契米尼德王朝时期 就已经出现 在希腊人的酒神信仰里 莱通脚杯是圣物 用它注酒可以防止中毒 人们高举几成满美酒的莱通 使酒通过小孔留下 如丝线一般注入口中 如果一饮而尽 则是向酒神致敬 有人推测 瘦手玛瑙杯 很可能最早也是跟着 速特商队流入中原 速特人爱酒 于是带来了葡萄种植和尿酒技术 也把西域的酒文化带入了大堂 在速特人的宴饮场景中 经常出现瘦手绞型酒具 他们的观果石刻上 也鸣刻下那些一饮而尽的酣畅瞬间 除了美酒和酒具 大道皇家狩猎队伍中的猎豹 小道宫廷贵妇玩耍的福灵狗 以及各种狐福 狐石 宝马 宝石 都是速特人从西方各国转运而来的 公元六到九世纪 亚洲各地的财富 真情易寿和珠宝 经由陆路和海陆 被源源不断地运送到了大堂的土地上 随着些博来品一同来到的 不仅有速特人 还有波斯人 他们带来新的技术和艺术 那些抑郁的 开放的 精致的 迷离的美 瞬间征服了大堂 香金瘦手玛瑙杯 1970年10月5日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宽檐上垂刻以海石榴为花蕊之双层连伴 平底是连碰 放之盐与胡椒 三足之架有银丝盘区伸出 摩羯鱼与智慧珠架于银丝末端 岩台似被云层托举更显庄严 截条龙子一枚重八两三分 龙体妥方形以银丝编制而成 四足西部为天龙银与其震凶辟邪 必获求福之意 龙带中部是有金丝塔形花 衬托连夜开放 仿佛涅槃获得另一种生命 茶碾子一副 茶草底部两端呈如意云头 长方形狭板中央汉堡珠形桌手 桌手两边各占一只红雁 衬流云纹 脱轴由纯银胶筑成形 自名曰众一是三两 碾伦轴心事连伴团花一幅 即流云文艺舟 史状边缘用以姜茶碾碎 至此茶由叶及饼再成末 如万里祥云幻化无常 茶罗一副 罗家两侧有头术发迹 身着包衣之仙人纵盘驾鹤 另两端壁面分别是以山月云气 及飞翔双鹤流云纹 四周事连半文 茶罗底赞克五歌二字 为上又时辱名 茶者南方之家墓也 最以精行简德之人 上课于贤通十四年 将私用茶具配以前进之心 同金银器皿 山袍席入 珍宝法器 共两千四百九十九件 封于法门寺塔下地宫 求佛祖保佑大唐 圣寿万春 圣之万叶 八荒来福 四海无波 每一次朝阳穿过尘埃 照亮石窟清冷的墙壁 来自唐朝的色彩 就苏醒了 巨大的殿堂 如山峰般耸立 沿轴线自前而后 分为三进 两柱密集 屋顶陡峭 高楼四周 楼阁台线 临次致笔 广场和走廊 微移连接 佛陀赫然出现在 楼群中央 垂目端坐 两侧簇拥着菩萨和天女 敦煌墨高窟 一百七十二窟北壁的 观无量寿经变 汇于圣堂 描绘的是 阿弥陀佛居住的 西方极乐净土 金变画 依据佛经会成 为了向世人传达奥义 形象地描绘出 各方佛国世界 敦煌唐代金变画 常常借鉴中原的 名家样式 用庄严 饱满的大幅画面 渲染佛经故事 经变画里的极乐世界 如同唐人打造的精神入口 尘中生幻景 此间五泥场 台阶笔直 就似摆在眼前 仿佛樊尘里的人 只需沿着阶梯向前一步 便可登入极乐世界 雕兰玉器 花叶生辉 琴鸟聚集 远望散盖 敬茶香炉 都是宫廷才能制造的珍宝 宫廷才能制造的珍宝 季乐队伍左右成群 足彩圆坛 偏仙齐舞 取自西域习俗 佛经中的奇幻世界 在画宫的笔下 变成了现实 迷人的乐土 越来越像对长安奇景的记忆 视线焦点回到近处 仿佛眨眼间 天女举臂 点亮灯树 一时间 暮色中火光璀璨 这不正是长安上园灯会的盛况吗 即使是长安 一年中的大多数夜晚 都恪守宵禁之都 唯有上园时间 这座梦幻之都 拥有十二个时辰的光明 白夜如晝 华服琳琅 面具各异的人群 追逐着流动的光影 像海中鱼龙般 徜徉在无极的快乐中 俗世生活的斑断与信仰世界的叠加 生成极乐幻境 天人如世人 彼岸如此生 唐人佛国之梦的彼岸 却是我们回访故国的大门 这是唐人的想象 也是我们想象中的唐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